莲花 我们看下文 是莲花之 莲花 乃谢凡 而欲凡 凡却之宣宫 按慧命之神之 在莲花里面 他不是太神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所看到 出神四种现象 太神 暖神 世神 化神 他都不是的 但极乐界非常特殊 莲花化神 这个莲花 就是我们 转凡成圣的出所 玄妙的宫殿 转凡成圣 而用 法相中的话来说 就是 转八十 成四指 在什么时候转 在莲花里面转的 莲花 开花的时间 有长端不一样 修持得好的 品味高的 到极乐世界就化开了 真快啊 那修持功夫 差一点点 有在 切宝池里面 各几天 化开 也有 各几个月 化开 也有 各几年 化开 不一样啊 完全是自己 修行的功夫 那修行功夫 确实 不是修行 时间有长短 是修行功力 功夫 那这个功夫 就是我们的信心 愿心 跟持敏 持敏 真诚心 清净心 恳切的心 恭敬 这个叫快乐 能不能往生 欧阳大使说得很好 完全在 幸运之忧 品味高压 那是我们 持敏 功夫的深情 所以佛号 要用真诚心去念 用清净 平等心去念 用恭敬心去念 这功夫就是 那到极乐世界 往生见佛 时间 大幅度的 速断了 快啊 那这是我们 要懂得争取的 那下面 那他还有一句 安慰面的神者 这两句意思相同 啊 底下是念老 给我们的开始 以为 这个意思 说 六曲中 一切众生 流到轮回里头 命中之后 中阴神 先前 于此身中 一字身 俗叶 应远 望求世间 父母 投身 母父 啊 凤辉之处啊 谢臣 作 燃 罪业之体 啊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得的这个身体 这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 六道凡夫 啊 那么跟 极乐世界往生的人 比一比 比不上啊 说 活如往生之善事 啊 这些善人 临终啊 蒙佛 戒业 他们 你们忠实 由佛来迎接他 佛 一定来迎接 佛要不来迎接 你不知道 极乐世界在哪里 啊 所以 一定来迎接 时间呢 也贪执啊 一贪执之间呢 化身 莲花之重 啊 这就往生到 极乐世界 啊 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电话 实实在在是行人 辽脱生死 罪孽之身的 宣游宫殿 是碧雨 啊 那安养 当人会命的神妙 是真 那 刚才说过了 是我们 转发尘宫殿之 之所在 那一般人 修其他的法文 转实成之 要靠自己力量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念佛人呢 靠 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 就是这一愿 一谈指之间 从苏婆世界 到极乐世界 啊 莲花一开 人就出现 就见佛了 啊 见佛之后 之后 神像 智慧 神通 功德 好像跟阿弥陀佛 差不多 超过一切 圣文元教 菩萨 这种殊胜 到哪里去找 啊 为我们 行事出 尽宗 无比的殊胜 啊 上面这几句话 身表 弥陀大悦 悲心之气 慈悲到几处 妙得难死 啊 又淫 大日 金苏 第十五卷 如是人 以莲花为 吉祥 情信 能 悦苦 众心 啊 世间人 爱莲花 莲花 几十五卷 神圳中的 无量寿 尽一样 那主要的今天 里头啊 亦以大悲胎藏妙法莲花 为神秘迹象 一切加持法门之身 作此华太也 可切 极乐九品之年 这一行大悦如来密意 具体解释最甚秘密吉祥 这个秘密 实际上是神秘 佛法里头没有秘密 秘密总是不能告诉别人 说不出的 佛法没有秘密 所谓秘密是 它的离思太深 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生命 是这个意思 那到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呢 无实无名烦恼断了 你就明白了 依然是 奇异之间 那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平常人说 读书千遍 其意义之间 小物 小物上面有大物 大物上面有赤物 大物 那极乐世界 是赤物 那大物 对于这个 神秘迹象 可以受用 还是搞不清楚 必须要大物 必须要大扯大物 明心见心 就完全明白了 才知道 最深秘密迹象 但是 往生的人 虽然还没搞清楚 但他受用到了 得起受用